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12集 你也是二品 砰的一声 剧中被狂暴无匹的力量撕碎 帝宗到手分身湮灭 浑身缭绕摸艳的许清安顺利脱困 他手里的铜剑染上一层漆黑的墨色 再无半分零星 暂时不能用了 许清安随手把铜剑丢弃 毫不眷顾 然后他昂着头 望着天空中的石掌巨人咧嘴 别那么大做什么 那巨人低下头 凝视着许清安 我已迫不及待想要吞噬你的精血 那一定很美味 镇北王 你图了整座楚州城 可曾想过 会有一日造天前 这一次是许清安的声音 镇北王冷笑不答 但下一刻他开口说话 响起极力之骨的声音 镇北王 你堂堂三平五夫 敢做就要敢当 怎么 还要把图成的罪过 甩到我们摇门身上 而后是逐久的怪笑声 吐成便图成了 有什么不敢承认 多大的事啊 不过是一些卑微的蝼蚁 在我们祖先统治九州的年代 人族的地位不比畜生高多少 想杀就杀 想吃就吃 能成为我们的血食 为我们提供生命精华 是这些蝼蚁的福气 镇北王 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不然 做得出图成的事 声线转为极力之骨 哼哼哼哼哼哼 镇北王 其实咱们没有区别 只不过我们更赤裸裸 而你们人族强者 习惯了把自己蒙上一层 叫做虚伪的面纱 今日之战后 你图成的罪行 必将传遍天下 还是想想如何善后吧 巨人再次开口 响起镇北王的声音 语气淡漠 吭杀所有士族便是 他鼓高桀骜 霸刀浪酷 是文武双全的枭雄 这样的人不屑作口舌之争 朱九说的没错 图成便图成了 他并不在乎凡人的死活 今日之事 本是社局猎杀吉利之骨和煮酒 而今因为一个佛门神秘高手的出现 被搅黄 甚至把他罪名公之于众 因为镇国剑的厌气 北京这些士族已经对他抱有怀疑 聪明的人结合妖蛮两族的表现 无神教高品巫师的出现等等细节 早就笃定他炼丹屠城 所以在镇北王眼里 楚州城内这些士族已经被提前判处死刑 城头上一个百夫长痛苦的喃喃道 镇北王真的屠城了 一个蛮子大笑起来笑得前伏后仰 人族都是傻子 早在一个月以前 我们蛮族密探就渗入楚州 寻找屠城之地 你们也不想想 今日我们妖蛮两族为何要攻城 楚州城有床奴火炮 有护城阵法 而我蛮族人口向来有限 珍惜得很 不是事出有因 我们攻城作甚 因为我们知道 镇北王在楚州屠杀大量生命 炼制血丹 妄图晋升二品 这对我们妖蛮两族来说 是灭顶之灾 蛮族猖狂的嘲笑 与士族们惨白的脸色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这些守城的士族和幸存的江湖人士一样 他们可以逃跑 却没有 为什么呢 想等一个结果 不是等镇北王落败 而是等一个真相 镇北王在边境士族心里是神明般的存在 是军队的信念 是士族们崇拜的对象 他束手边关 他修为盖世 他守护北境安稳 一直以来 士兵们说起镇北王都会抱拳并举到头顶 净若神明 所以 当许七安呵斥镇北王屠城没人相信 直到镇国剑厌弃他 士族们有惊恶 有茫然 有痛苦 有不幸 但只要镇北王不承认 他们愿意在心里保留一丝期待 可现在 最后的侥幸也破灭了 许七安仰着头 与空中巨人对视 缓缓说道 第二阶段 终于彻底唤醒力量了嘛 大师你的技能前置时间可真长啊 还是说越强大的武者 复苏过程越缓慢 许七安在心里松了口气 一股爆裂的气息冲天而起 节节攀升 不是来自镇北王 而是浑身缭绕摸艳的许七安 他身躯开始膨胀 两丈 五丈 七丈 十丈 这个过程中 他的肩甲位置鼓起一团团肉包 突然刺破皮肤伸展出来 那是十二条漆黑的手臂 同时脑后浮现一道圆环 燃烧着漆黑魔焰的圆环 这尊巨人浑身漆黑肌肉 求解宛如黑铁铸造 背伸十二条手臂 脑后一道漆黑火焰的圆环 就像 就像 入魔的佛门法相 巨人气息磅礴 宛如战神 法相魔眼滔天 宛如魔神 你也是二品 准备望神色严肃地盯着漆黑法相 他终于知道 刚才第一阶段是什么意思 眼前这个第二阶段 才是这个神秘强者最巅峰的力量 方才不是 二品 漆黑法相嗤笑一声 拼僧当年 一只手就能压得二品抬不起头来 不管任何体系 朕被往嘴里冷横 余音未觉 人已闪现至漆黑法相身后 一拳重击后脑 这一拳打出了天塌般的可怕景象 漆黑法相脑后的魔眼光环直接崩碎 如黑铁铸造的身躯亮枪前奔 就这 魔眼光环重新凝聚 漆黑法相嘴角一挑 很多年不知道什么叫痛了 你还差点 朕被往 你屠戮楚州三十八万生灵 我便打你 三十八万拳 只管来 朕被往 傲然说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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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